2.select select之后的话 我要做哪些动作呢 接下来 再来就是 我可以游标放在A2的位置 然后再按什么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那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 我这个是利用路程式 路程式的方式取得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选取起来 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利用什么呢 其实就是利用 Ctrl Shift加一个end Ctrl Shift加end Ctrl Shift加end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范围 里面有资料的部分呢 帮我把它 这个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之后呢 再做什么动作呢 再做那个selection 这个selection 点clear 就是把这个范围 里面的资料 把它清除掉 OK 那我按F8 把资料删除 删除之后呢 再来就是要把那个 Z1里面的值 那Z1里面的值 现在呢 当然它绝对不是零 如果你不归零的话 那下一次呢 它就一直又往后跑 所以这里的话 把它归零 归零之后的话呢 再切回到 这个should one 切回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使用者呢 就可以继续再把资料 做那个行程规划 OK 那最后还有一个减式 这个减式也比较容易点 减式里面点下去之后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切到干特图 并且把游标放在A2 那这个地方切换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实际上就是 就两行嘛 选取2.select 然后呢 range A2.select 所以呢 我这地方 假设我在界面这地方 点它一下 现在是中断模式 有办法 这个黄色 那必须把它停掉 切过去的话 按下去 它就切过去之后呢 并且把游标放在A2 就完成这一题的练习 这一题练习 那当然呢 这一题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们的相关的 你会发现呢 界面上面呢 都是放在这个 所谓的工作表里面 不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好不好的 其实不太好了 要是我来做的话 我会把它写在哪里 其实我会把它写在表单里面 你们前面 我们做了蛮多的 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个表 像这样的一个输入 除了说可以放在工作表里面 其实各位也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表单 你也可以把这相关的讯息 放在表单里面 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谢谢大家呢 谢谢大家